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那又是我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元醫生 元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之前和我們分享過不少的痛療療法個案 我們之前和大家一起聊過一本書 就是Bernette醫生寫的 Bernette醫生原先是西醫 後來是便轉為疾病療法 後來便轉為痛療療法醫生 這本書中也說很多關於她寫一封信給她朋友的兒子 她朋友的兒子也是西醫 但肚子比較驕傲 谈谈Bernet医生如何分享自己的个案给这位侄子 袁医生今天是否继续和我们分享这本书里的个案呢? 其实我们可以多给个个案 谈谈Bernet是一百几十年前的一个英国很出名的医生 一位同学療法医生 但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学教授 只不过他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一个国会议员 有个侄子刚刚医学不业 去了欧洲深掃之后回到英国 当时他的朋友希望Bernet医生 劝他介绍和侄子开启笑 让他了解有同学療法这回的医学 在过程之中,侄子欲骂Bernet医生 说你的医疗是一种骗人的荣医 一路之下饭局很快就不欢而散 但其实同类疗法好像历史比西医更悠久 有成二百五十年历史 同类疗法可以这么说是属于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以为人数来说 大概统计有五十亿人后 即五个Billion人后 全世界大概六十个Billion 有五个Billion 即六十亿人后 采用同学療法 也都是属于 好像大概七十五个国家 有政府认可的同学療法医生 所以用的人其实很多 欧洲很多出名的名人 一向都是同学療法的涌等 英国皇室至维多利亚女皇以来 其实都是有同学療法 在他们的医疗团队里面的御医里面 一定有一位同学療法医生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件事 以利沙巴女皇当时生柴里斯王子 出现了难产 生不出的 结果他们就想着 可能要开刀 要复复了 结果他当时有位寓医 叫Sir John Weir 他是当时的以利沙巴皇室的寓医 是同学療法医生 他说不要太够 不如试试用我们的同学療法方法 试一试 于是他就给英女皇一剂 療剂 叫做Colophyllum-200C 没多久查理斯王子就进产了 所以你看到查理斯王子 一直都是用同学療法的 他每次出游去外游的时候 他都带着一盒同学療法 基本的那些療剂 方便他出游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 好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同学療法案例 是吧 就由Brenette这本书里面 我上次也提及过几宗 就是同学療法的经验谈 也导致他为何成为同学療法医生 Brenette常常说 医疗有两种 一种是有科学的医疗 叫做Rational Medicine 一种是一种实践的 Empiricism 就是你做了就似乎可以 但是全部是说你的实践 Empiricism 就是你经验看到就是这样 但是你有什么科学根据 是说不出的 当然了 实践的医疗也不是没有用 但是最好就是有科学的根据 就是理据的医疗 那现在今时今日我们的西方医疗 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医疗 是一个Empiricism 就是他在实验室里面做了一些东西 但是背后为什么这东西可以呢 其实我们企图用一些化学的方法 去企图去解释 但是坦白来说 其实我们身体是非常之复杂的 身体那些新化的变化 是坚值复杂得 我们一般是根本很难理解的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所谓解释 都是可以很牵强来解释 就是用这个化学物质 来可以对付某种表面的症状 但是不是一个科学医疗 我叫Empirical Medicine Bernet很强调 真正的科学医疗 是叫做Rational Medicine 是一定有个科学的根据 那同类疗法呢 为什么那个效果是这么显著呢 那为什么Bernet认为 同类疗法才是有科学的医疗呢 因为同类疗法呢 它的疗剂的用法呢 是经过一个科学的实现 是根据一个科学的定律 我们叫同类疗似的定律 那这个科学的实现呢 就是说呢 我们同类疗法的药呢 是靠人 真的健康的人呢 是去试药呢 是才能够将药的那个 治疗的那个功效呢 是完全发挥到出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们在 现时的对抗性的西医呢 我都用动物的测试 那在动物测试做完之后呢 那才用病人 或者做这个临床的测试 但是在同类疗法呢 就不是的 它说呢 医疗呢 就不是说你有那个的表症 那拿一些药呢 就可以令这个症状呢 是控制或者消失或者抑责呢 那这个就是它的治疗的目的 那真正的医疗呢 是最终呢 是要有 令到病人 是全面健康起来的 那好了 那同类疗法的用药呢 就说呢 我们是要经过 我们叫做Proving 就是实现 用Proving 那就是说 用真人的健康的人做实现 那通常一个药呢 是经过一些实现的人 就被他吃 那他吃了一轮之后呢 他可能呢 就有些人呢 就会产生一些症状 一些症状的 那由于这个症状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同类疗法呢 是可以医疗那种症状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一种物质 是大剂量用之下 那当然了 大剂量有些化学物质 或者有些毒性物质呢 那肯定呢 会导致有些病症出现 那 那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遇到一个病人 有这个相似的病症呢 用回同样的物质 经过稀释之下呢 嗯 才可以医疗得到 那 好了 跟Bernet呢 就他讲序述有几宗的案例 那 那原来早年呢 有些人呢 就喜欢吃一种化学物质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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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什么 或者安定的作用 或者安神作用 那就是很多人呢 就吃这些东西呢 就上了人的 那他英文呢 叫做 chlorolism 那相信呢 香港人呢 都没有这些东西的习惯啦 香港人呢 可能吃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丸仔啦 那好了 那他发现呢 在他们的当时的医学界呢 他发现呢 有些人呢 就吃了这些 chlorohydrate 叫做月船 也叫做 三六月船 那些人呢 就慢慢地呢 就会变成 无精打采的 那些人呢 就有一种 累啊 很渴睡啊 啊 还有呢 就是一种 就是没有力的那种 的表现出来的 那就是 在医学上呢 就这种叫做 一种 一种中毒 就是这种的 那个月船的中毒 或者 三六月船的中毒 那个 那个 那当然 慢慢地 长期以来呢 那就会出现 那个 身体的器官呢 是脂肪聚细 脂肪化 慢慢地是退化的 那所以呢 那么有趣 是的 那这些人慢慢地 慢慢地 就是很懒啊 没什么想做 只想睡啊 就好像差不多 一个死人一个 那在医学上呢 我们知道呢 就有这种这样的 病 就是早期呢 在医学上 叫做chlorochlorolism 那相信文明人 就这种病 就没有了 那病人呢 那他呢 那他呢 就遇到两个 两个 两个 有一个病人 他有两个 案子来的 那其中呢 一个45岁的 一个女 一个女性 女士 他就比较上肥肥的 他人呢 都挺 挺清瘦的 的感觉的 嗯 那也是 有一个 是一个妈妈来的 那他 通常呢 就是呢 他就患了一种病呢 就是呢 他朋友呢 都聚述他呢 可以说呢 是无精打采 疲倦 以及呢 是不断的 都市人都有这样的情形 那 都市人都有这样的情形 那 没有了力的 他没有了力到 怎样呢 他连过一条街都去不了的 哇 那所以就很严重的 那他个人觉得周身软癩癩 那他个人很重 那样 那可以这么说呢 他差不多呢 是经常在那儿睡着的 那他可能呢 就早上睡了一晚 那早上起床 那跟着呢 就一直这样 可以去穿衣 那穿衣 那之后呢 他呢 就差不多呢 就是没多久呢 就有眼睛了 就有眼睛了 就是他就很辛苦 坐 就是要他坐起床 隔起床是很辛苦的 那早上呢 就很快呢 又想睡了 那这种的情况呢 持续了成 就是数个星期 数个月的 那当然呢 他当时那些西医呢 是完全束手无策的 那结果他就去了 Bernard 那里求医 那Bernard 当时呢 就用了 试过用那个 那个Arnica 大家都听过 是一种 创伤机常之用的疗犀 还有Opium 就是用那个 那个 鸦片 那鸦片 那鸦片也有这个 有这个阵营的 就是吸鸦片的人 都是一种 纷纷迷迷的那种 这样的感觉 我想很多吸毒过后的人 都有这些特征 是的 都会有这种 所以当时呢 他就曾经就试了 那个Arnica 是三金草 对不对 那就和那个鸦片 这两个疗剂 那发现呢 就没有什么疗 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结果呢 他就突然之间就 就想起呢 他以前有一个病人呢 就是因为 就是有这种这样的 癮 就是吃这些 癮 那些癮 就导致整个人 纷纷肉碎 那他觉得呢 其实这个阵营很相似 对不对 曾经有个病人 就因为呢 有这种这样的 有这种这样的病 因为他吃这种 这样的 叫做Coral Hydrate 是一种 绿水来的 一种绿 绿的合成物来的 那 那就 就个人纷纷肉碎 那他立刻想到了 那就是说呢 如果一个人 吃这种 Coral 会导致 纷纷肉碎的 那如果一个病人呢 是他的症状 是纷纷肉碎呢 那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考虑呢 用Coral 这个这个物质 将它稀释为 同类疗法的疗剂之后呢 那就可以就医治它了 那结果呢 他就 用这个 Coral 击过稀释之后呢 就将这个病人呢 就完全医好了 那这个就说呢 就是同类伤治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袁医生 其实会不会很多听众 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明不明白 那其实 为什么会可以同类伤治呢 那原理是怎样呢 那这个是一个 那 如何解释呢 那 是 是 我们 是 那你病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有病症 譬如你吃错东西 那你身体会怎样呢 你会 嘔 嘔不切的时候呢 就 嘔 那其实嘔嘔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身体企图把你吃错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排出去 那 如果你的呼吸系统受到刺激 那你会做什么呢 你第一时间会打痴 打痴 那你打不打不痴的时候 就流鼻水 那把它冲出来 那再不定的时候 那就是要切 是吧 如果你进去肺的那里 气管下面下面 下肢气管那里 那你有个问题 那你就会切 所以你看到 那这些就是嘔吐 那这样 如果你扭起了手 或者撞起了 扭伤了 那你会怎么样 会痛 会肿 而且不能动 那你不要动 那就是说 你受了伤之后 那部位受伤 你不要再动它 所以自动就就喪失 那个功能,我们叫做Loss of Function 就是你不能再走,你不能再站下去,不能再用力 就是让你身体不会再令它受伤 那你会痛,如果你身体不会痛,你说多糟糕 烧到烤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会痛,那你就会确实死 就是你能看到,其实我们会发炎,会热 我们身体受到整体性的感染 我们第一时间,尤其是小朋友 很多时候会出去,会发烧 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如果身体的温度 是提升到103度,我们白血球的吞食 外来细菌的能力是最活跃的 那就是说,去到103度,我们身体的白血球 这个活动是最好的,还有我们的新疼代謝 都是由我们的温度有关的,是吧? 我知道基本上是化学的程序 如果你将那个温度提升10度 你差不多,你那个化学的演变速度是加化一倍的 那当然,我们身体不需要加化一倍 那也都可以看到,我们身体的温度一提升 我们身体的维修速度会加速的 效率高了 所以你也会发烧 就是会受伤的地方,你会发炎 那其实目的有什么呢? 让它的温度提升,加速你的维修力量 好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 就是这个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我们也都认同身体是一种治愈的能力 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呢? 那如果你是遇到一个健康的问题 那你身体是在呕、呕、呕 那远时的西方的对抗式医疗 其实对抗式医疗的历史不是那么长的 那都是八多年左右 一种机械的方法 对付症状的手法来治疗 那种对抗式医疗 其实都是很近年才有的 有了鸦片之后才有的 有了抗生素之后才有的 那才有的消炎药等这类的 那整个手法是对付那个症状的 但是同样的疗法认为 其实我们身体的迹象 病症其实是我们身体企图医治自己的 好了,如果事实是这样 那你去医治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用药去按它呢? 还是用药去帮它呢? 对不对? 那就是身体是要用呕的方法来治疗 那它就可能呕得不清楚 或者呕得不够彻底 那你就要帮它去呕得彻底 呕得彻底一点,对不对? 就是在某个程度上 所以同样的疗法也叫做顺势医疗 对不对? 就是顺着身体的势去做 就不是对抗性的医疗了 好了,如果我们假设了这个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可以叫做行动和反应 OK? 你有一个行动去外来的物质侵犯了身体 身体的反应就是帮助它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 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选择 就是对付那个疾象 那个病症 如果你以为这是你要治疗的目的 例如你呕呕呕呕是治疗的目的 那你就要禁止它 但是既然这个症状是你的身体自发性的 那为什么身体自发性呢? 因为身体是靠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是医治你自己的时候 嗯 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你强硬去按的时候 那身体呢 就是可以说跟身体的那个 本来的反应呢 是作对 就是你跟身体作对 那结果呢 你会看到呢 跟身体作对的手法呢 不会真正令身体会健康起来的 它只要病症 就是身体懂得令自己健康的 那好了 那就是说呢 对抗性医疗那种这样的医疗的手法呢 是彻底是对身体不利的 那所以你要看到呢 是那么多年来呢 我们被西医的所谓对抗性医疗 垄断了医疗市场呢 我们换回来呢 就是全球人类都是多病的 是吧? 所以医疗会破产 那为什么呢? 医疗破产不是因为人类越多病 人类就是长寿了 其实这个是一种解释 但是很多人说现在 哎呀 你说西医的不好 现在人们长命了很多 人生70 就是古来稀 真的很多人这样答过我 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它 是啊 但你看回那个数字呢 你觉得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同学生健康 你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健康 一些呢? 感觉上是以前健康一些的 其实 现在的事实上 现在病的人 是越来越年轻化 包括癌症 甚至癌症越来越多 那个小孩子年轻人的心脏病 我最近又听到有些朋友说 有个朋友 只有二十多岁 就在工作工作 做了一下 在酒店就不醒 就死了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 很年轻呢 都是有很多这些突发症的 致命的病 那所以呢 你不可以说 是因为那些人呢 是长寿了 所以病是多了 那那好了 如果我当它是人 我当你真的呢 是长寿了而多病的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呢 那几年前呢 我都在外面讲座 那我有一次呢 曾管和那个抗衰老 就是长生不老的方法 那我一开拨 我就问在座的那些观众 那问他 谁想活到一百岁 即长生长命八岁 那请舉手 那结果呢 我很诧异 没有人举手 那就呆一呆吧 我也不举了 我最后就很奇怪了 最后有个年轻人很不好意思地举手 没有什么人举手 我突然想起不知道当时的原因 然后我问他 为什么你们不是想长寿长命拍岁吗 通常你恭喜人都是这样的 恭喜你长寿长命拍岁 然后有今天 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人们都不想长寿呢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 现在人们很多病 如果是要病病到死 不如就不要病了 早点死算了 而且现在物价高 人们会考虑 哇你六十几岁退休 你要存不钱 花到九十几一百岁就很不够了 可以说个人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很多人的感觉都是这样 要请护士 请工人长期服侍 他今天没那么多钱 现在很多人的经历就是这样的 但你也看到 其实全世界很多长寿村地方的人 他们是长寿得利是没有病的 因为那些地方是没有西医的 很多是高原的地方 就是一个山卡拉的地方 是很单纯 不是一个开发的地方 这些地方第一没有医生的服务 第二他们很明显 他们长寿得利是做到死的 坚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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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几个小时就死了就算了 所以不是一种 不是我们 不可以说 因为现在的人 为什么多病呢? 因为现在的人长寿了 因为事实上呢 现在的人的病是越来越年轻化 就是普遍是多了的 不关只是长寿 那当然了 长寿年纪长大一些的 那他的病自然会 就是在不懂得正确处理之下 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那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呢 在外国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突七 我在电视看到的 是说美国呢 大部分人呢 是临终那两个星期呢 就用了很大笔钱的 好像医疗方面呢 好像百分之三十呢 都是临终救那些这样的急救急救的 那我上次都跟大家说了 就算一个癌症的病人呢 如果他是临终去用那些化疗药呢 那些化疗药是比他 未临终去用是贵很多的 就是同一个化疗药 那么从这一看到呢 很多人就是不了解那个医疗的真体 是导致是无谓地受苦 是病了 好了 说回你刚才问个问题 是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接受了呢 身体的病症呢 是身体企图医自己的方向的 是 那用同理法或者顺势医疗呢 就是我们会顺势 就是我会用一些药呢 是会制造这些病症 是 对不对 就是会令你发烧 会令你呃 会令你呃 那就是起码 在某一个层次上 在一个能量的方面呢 其实你的身体呢 其实应该走这个方向 嗯 那好了 那在我们的医疗里面呢 有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 有一种概念叫做好转反应 是 那就是其实呢 就在治疗过程里面呢 很可能呢 你那个本来的症状呢 是突然之间呢 就加剧了的 那其实通常加剧是说 几个小时 或者是一两天而已 是 不会长久的 跟着呢 你就很彻底地好回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好转反应 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那这个 好转反应就是这样来的 是 那好了 那同类疗化疗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 是要顺着那个细 也都叫顺细医疗 我们要顺着病症呢 是给那些物质呢 或者叫疗剂呢 是能够在健康的人呢 是制到这个细的 就是顺着这条路去做的 那所以用药呢 是用同类相似 就是说呢 同等的痛苦 我叫做similar suffering 同等的痛苦 就不是相反的痛苦了 那这个就是同类化 那所以你看到呢 为什么呢 西医这种用对抗性的手法呢 医疗了这么多十年 是不是 就只是令到整个医疗的架构破产 令到那些人越来越多病 好了 那那同类疗化疗 就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是啊 那么Quantum Burnett呢 又跟着说另外一个案例 那你刚才问我 Quantum Burnett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她是说1881年的 是4月21号 一个一个年纪大的女士 去那里 那他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无精打采 皮蕾 是喝水 那结果呢 他就用这个疗剂 那给三粒 那就 2X的导致 就是稀释了 每三个小时 复食一次 那到了几天之后 那他发现呢 他已经大大地改善了 那你就看到呢 那接着呢 他说呢 你再减少一点用 那就每一天 每两天呢 或者一天吃一剂 或者两剂呢 那没多久之后呢 那病就完全痊愈了 那这个就是同类疗化呢 是一个科学的医疗 有一个同类定律呢 是帮助我们在处理一些 就是简直都不知所谓的病 那这些病 其实你怎么去医呢 那当然呢 现时的心理学 有很多些病名给他的 但最终最终 你怎么医医病呢 我相信今时今日 我亦都听过有些病 有些朋友 又认识了一些家人 或者uncle 又是这样的 从一张床到不找出来的 那我相信呢 他们一定不是没有西医体的了 看几天都看不好的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和 Donton Brannet 当时说呢 这个是我第五个原因 我为什么转体 由一个西医保守 成为同类疗化的原因来的了 好 那谢谢袁医生 那现在第一节的时间 刚刚就到了 那我们稍后回来 再和大家聊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买多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来 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是的 袁医生 刚才你不是说了一个中毒症状 关于三六月泉 是的 另外一个联想 不是会有些无精打采 喝水这些症状出来的 嗯 其实跟我们的水喉里面的自来水的六气 其实是不是有些关联的呢 那我也都知道 六气其实是一种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种什么呢 一种杀人的武器来的 是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 用的工具 都是一种战争上的 杀人武器的副产品 就是武将打了 那怎样呢 那这些化学物质 就是发明了 那都想办法用了它 那所以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 很可能都是因为 六气是 就是产生 就是产生了出来 工业上 就没有被方去用 那就想办法用了 那就是用这种六气 来到 来到 就是和水所谓的消毒 是的 等等先 但是刚才你说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武器之一 是的 但是我女儿的学校呢 就是派别人来到学校 她不是参加什么牙科保健 外出outting 不是啊 派到来学校 甚至是为小朋友 回来讲解 六气是对我们好的 或者和乎 吃水路街入乎 对牙齿应该说的 对牙齿也很好 对牙齿也很好 那我的女儿 你知道她也接触我 听我说治疗 一些东西 我女儿当然不认同 但是其他同学 就会说 不是啊 就是专家是这样说的 是吧 那你怎么看呢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很明显 就是今时今日 我们的医疗 就是发展到今时这样的烂摊子 是的 就是继续这样做下去 一定有很强的原因 嗯 那我和大家说了 其实向钱看 有些人经常问我 自然医疗那么好 和我的疗法那么好 为什么那么少人知道 那么少人用呢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不是好的东西就会有人推药 是赚钱的东西才有人推药 那么最残钱的方法 就是将一个病人 诊断了之后 一生就吃药吃到死那天 那么你知道呢 大部分的延迟 我们遇到那些人的病 那么尤其是精神科病 你千万点小心点 不要让别人就出来 就是给你一个标签 如果小孩子 做完这些什么测试 什么测试 接着角度会议 接着 attention deficit 就是这些这样的东西 一出现你就大件事了 你的税子一生就给了标签 那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就是陆器 或者FUD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因为 背后有个 有金钱的利润 是令到这些这样的药厂 这些工业的製成商 就想办法找出路 比如你说FUD FUD通常是製铝厂里面的一种副产品 是的 是剧毒的 那么你知道了 今时今日 现在的环保意识那么强 你不可以把这些有毒的物质 就亂住 其实最早期是要他们处理这些废料的 是的 是要自己银河包处理的 没错了 那些工业就死了 这么毒的物质 你知道了 你挣得多久 收得多久 对不对 所以他们突然想到一个想法 那他就不如把这些毒药分担 对不对 每人吃一点 哈哈哈哈 这样就把我们的食水里面 就认为 就加了副之后 那些可以防止蛀牙 那你有没有根据呢 其实他也有少少 观察到有些地方 那些人 那个副 就是很可能 是帮助蛀牙的情况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 就算他真的有这些效果 但是呢 副的副一副 一出现 就有很多严重的后遗症 包括牙症 包括那些 牙齿 那些牙齿 出现斑点 那这叫Florosis 骨的出现斑点 就是骨会脆 那这样 那其实呢 如果你稍微吃多了 其实他会成为一种中毒 本身是毒药 是的 那你虽然说 那这个是小小而已 对不对 那在水里面 那个 那个 那个分量不是那么多 是没有事的 牙膏呢 你知道牙膏也加一些 然后糖也加一些 香口珠 那我发现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这些小小小的接触的 其实是远远多 过安全的标准的 那我曾经所说过 鹿气 是吧 那我们都看到 很多时候这些小小小 就去游水 香港很流行的 是啊 通常这些小小小小 游水之后 特别累的 特别累的 那 那也很多时候 那些人每天都不想再游 是 那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游水厨里面的 鹿气 鹿气作怪呢 令到那些小小小 就长期接触 这些鹿气 是出现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是 那我们也有时候都看到 就是 嗯 很多的救生员 在那些鹿气池里面的救生员 整天在鹿气的 笼罩的气氛之下来到工作呢 是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 他们会特别觉得累呢 特别觉得 喝水呢 那起码我见到他们 都不觉得他们很活躍 没有什么朝气 都不会走来走去 看来看来都没有 坐在那样的 很静静地坐在那里 那很可能在鹿气的 就是长期的鹿气中毒 那在罗散呢 有一年居办那个奥运会 是 那起码游泳那里 游泳那个在奥运会呢 那欧洲那些游泳选手呢 就拒绝在 在有鹿气处理过的游泳池 来到比赛的 那你知道呢 当时美国呢 就是那些游泳池 都是习惯用鹿气的 嗯 那结果呢 就没办法了 那就要 要用其他方法了 那就用臭氧的方法 那其实臭氧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 鹿气和臭氧呢 都是氧化作用来杀菌的 那不是所有的鹿都不好的 有些鹿呢 是会制造呢 是很强烈的 的 的 的养分的离子呢 是可以能医把病的 是有的 有种 有种抗物炎呢 是有这种这样的功效 尤其那些 药疾病 Malaria呢 是一种又便宜又正的工具 那当然呢 将来有机会我和大家分享 但不是我们喝用水的那只奴 但不是那种药 那当然被人打压 对吧 就是哇 药厂真的不行了 因为非洲很多药疾很猖狂的嘛 那用很多西药的嘛 是的 可能就是几毫子就搞定 那些这样的 那我药给他 所以 立即打压他们 那将来我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其实这些工具有的 好了 那鹿气这个问题呢 那香港都知道的 香港很多的 很多的泳池呢 都都开始就用臭氧的 那但是很可惜呢 臭氧呢 是揮发得比较快些的 还有呢 它就这样完全靠它呢 可能都不足够的 嗯 那很多的泳池呢 就会两样都用 啊 消用臭氧 那再加些鹿的 啊 鹿粉啊 来到来到 就是啊 就是要用泳池杀菌的 那但当然了 你现在看看吧 就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察觉到 一个分别的了 以前我们去到这些 游泳池啊 或者室内游泳池呢 那鹿气是很重的 嗯 但今时今日呢 大家都察觉到鹿 是一个剧毒来的 那都都都开始呢 就是肉少用了的了 那我们我们吃水那方面 怎样呢 那我们怎样去减少鹿气呢 那当然呢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过雷器 那我们 那当然吃水的过雷器 很多人都会用 那但是花灑的过雷器呢 鹿的过雷器 就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其实要用 是 冲10分钟凉 等于喝了几十升的 等于两倍 就是你 你皮肤冲凉接触的鹿气 是等于你饮用的鹿的两倍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在这个 吃水那方面 做了一些 就是做了一些 安全的措施 那但是在花灑里 忘了做的 那我们很多 处理的病人 譬如一些严重的 癌症病人呢 我也是叫他 多方面呢 尽量减少毒 就是毒物侵犯的身体 死都不肯起床 那这样 那我们就用这个疗剂 去医治这种这样的症状 那在我的 在我的臨床里面 我听过的 我听过呢 有个同学呢 说他那个 uncle 就常在床那里 就不肯起床 但是呢 我说 那好吧 你想不想我帮他呢 如果他肯来 我便可以上 我们的方法医他呢 但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说的是 二十多年前的事 他一直都没有来 那不知道那情况是怎样的 那很多人都是很可惜 都不知道呢 就是有很多好的方法医病的 那但是呢 怎么医呢 是吧 就是为何会有这种病呢 那我最近呢 或者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一个很好的治疗 我最近呢 我们就 有接触了一个DVD 是一种一个Documentary 一种纪录片呢 是讲那个 那个精神科药的问题 整个精神科的问题的 那大家有兴趣呢 就可以上网去看的 就叫做CCHR.org 不知道什么Commission Consumer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的 那叫做CCHR.org 那这个呢 这个网站呢 就是说 是揭露很多很多 很多现时的那些人的 那些精神科药的滥用 那个程度呢 是很严重的 那其中呢 他也有一个片段 就说呢 他说很多那些人呢 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精神科药 是导致了自杀的 那自杀倾向呢 是增加了65倍的 就是不是65倍的 是65倍的 那我大家都听过了 香港有很多些我认识的那些人 是不是 结果都是自杀了的 那他们个个都是在吃这些药的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是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就是因为这些药呢 是增加它 令到他们自杀的 那这个片段里面呢 大家真的应该上去看 那其中一个呢 就叫做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暂时来说 全部都是英文的 那中文字幕 我暂时没见到 或者迟一点 有些有心人士呢 就会将这些中文字幕 就将它加上去 都会有的 但目前来说呢 就只是看到英文的资料 就叫做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一种西医的医疗的缩影来的 基本上呢 他说根本我们的精神科的病呢 病名是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 但是背后呢 是完全是自己作出来的 就是将一般的行为 譬如你特别害羞 那慢慢变成一种病的 或者呢 你去公众场所呢 你去演讲呢 就怕得发热一点的 那也是一种病来的 或者宋文仔懒 不上学 又是一种病的 或者宋文仔很好奇呢 喜欢东去探索 东去探索 又是一种病来的 那么很快呢 每个都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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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呢 你根据那些精神科药呢 基本上呢 现在精神科药呢 是足够全球一半的人口用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问题呢 是很明显是很严重的 但背后呢 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有精神科呢 你说哦 现在经常用精神科去治疗 他就说哦 因为你的脑里面那些 那些传递物质有问题 血清素 不足 之类之类 如果你真的去问他呢 如果有个精神科病人 你可不可以认到他 有没有化学的问题 有不足 或者过多过少呢 是完全没有这种方法认得到的 可以这么说呢 他是一种 一种假设是这样 但是呢 完全没有科学的根据 这些传递很辛苦 是的 那么在这个片段里面呢 他也有一个医生呢 就自己假扮自己病人 就跟几个人一起说 哦 那么他怎么假扮自己病人呢 他说我有我有我有幻觉 我听到这些声音 哦 那么一个症状的而已 那么他们去看医生 那么一部分呢 已经去到精神科医 哈哈哈哈 那时候他们就就 就是揭露那个这件事 这个实验 根本我们都没有病的 不过我们自己是这样说而已 那么就是呢 你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科学的方法呢 可以正确地诊断到呢 这个病人呢 那个病是有些什么 是不是精神病呢 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是你知道呢 全部都是作出来的而已 是 那么那个现在有叫做 有那个DMS Dianostic Manual 是 Mental Health Mental Illness的Manual 其实那些病呢 一路这么增加一路增加的 是 增加好像短短几十年里面 增加多成成几倍的 那之后可以这么说呢 根本任何的 我们一般的社交的行为里面呢 甚至是性格那方面 即正常的性格呢 都是懂病的 现在甚至乎 开始就 BB仔开始看了 由零岁到三岁呢 都开始用精神科学的角度呢 就说 被安好多病名的 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的 零岁至两岁那些 怎样来来定啊 是啊 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新生正经文化 你看回那本书里面说呢 其实很多呢 是没有背后 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 那所以你说要讲医疗的 就是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由精神科你会看到呢 有机会真的上网看 因为呢 很多人吃这些药呢 是吃死自己很多 其实普遍的市民呢 都很觉得呢 西医 就是西医 我们现在叫做对抗性医疗 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普遍都是会 他们以为是 他一直都有这样的假设 以为是 那我和大家分享过 那美国国会 没有做过一个调查的 是1919 好像1978年第一次做 1995年第二次做 那两个不同机构的 那发现呢 80到90西医所用的 是完全背后没有科学根据的 癌症治疗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那精神科学更加没有了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OK 那很可惜呢 那些人呢 就是搞不清楚了 常常以为他们是科学的医疗 其实是科技医疗 技术科技医疗 技术科技医疗 就是科技医疗 就不等于科学证实的医疗 那我也和大家 都重复讲的了 很多人会批评呢 治疗医疗说没有科学根据 或者早期批评中医没有科学根据 那其实呢 你说某种医疗没有科学证实 它是有效的 但同时呢 亦都可以等于 你是没有科学证实 它是没有效的 那就是很多人 就整天都看不出的 就是被人欺骗的 因为他 我们一般人对 就是我们逻辑学 一般人都没有真正任何的训练的 是不是 在我们学校里面 也都不会教你怎么想 那最重要呢 那最重要呢就是 就是你听话些 做个乖乖的讯文 那其实 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这样的 都是相信一些 曼信这些这样的专家 那所以我们就 被人搞到一瓶泡 被医生搞到健康一瓶泡 被律师搞到 我们整个家庭破碎了 很多很多问题 那其实就是这些 这些所谓专业人士的 一手做出来的赚钱工具 我们成为他们的赚钱工具 那但当然 就是希望我们 不要成为一个牺牲品 那我亦都相信 很多医生 自己本身都不知道 在做这些这么乌味的事情 他以为在做是一种正确的事情 但事实上 完全都不是这样一回事 有机会上去看 那他有几个 那个 Documentary 其中我觉得你要看 就看那个 The Marketing of Madness Are We All Insane 那个网站就是 cchr.org 那全部都是高质量的 很高质量的 那你自己去看 那如果有相关的人士 有这种问题 你快点叫他去看 因为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那他也都看到 很多科学方面的 所谓科学的药物 那些实验 其实根本是药厂自己做的 然后呢 那些文献 就出版那些文献 就跟着加一些教授的名字 其实那个研究不是他做的 是根本是有假手 是药厂找人做的 做好之后呢 就加他的名字 给他加他的名字 那跟着呢 这班所谓的专家呢 就在那个药物食物管理局 就来到 审核这些药了 那我就通过了 OK 好了 那跟着背后呢 很多副作用呢 全部都不断地隐瞒的 那跟着呢 就请这些这样的教授呢 就去到处去讲座呢 就来到推销这些药的 那跟着最近呢 就在电视来到推销这些药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中了招了 就去要求医生看这些药 那那些教授 其实知不知情呢 就是对那些苦作用 他们知不知道 他们始终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是吧 他进去之后 他都 中了他是既得利益者 他要推销药 那背后就是药厂 就是跟药厂同流合污 好了 那这个情况呢 就在那个影带 那个DVD那里呢 他已经做了研究 已经揭露了 那些教授已经被 就是当电视镜头问他们 他已经打了口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那些所谓的研究是假的 全部都是药厂自己做的 你知道今时今日呢 如果药厂要研发一只药 那他做了十个实验 那十个实验呢 就说呢 八个是证实无效的 两个呢 就说证实有效的 那就是那两个 他就拿两个就可以了 那八个不用给药 就是不用给变古脂的 但是你看到呢 是荒谬到 就是你估不到是这么荒谬的 所以你知道是这么荒谬 你会了解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都会发展到今前今日 会这样发展下去呢 还有所谓的两个有效呢 其实呢 我们细心点看一下 通常里面有很多破绽 很多很多破绽 流动啊 但是这些是一般人是没有能力的 是不是 那一般的人 就是所谓什么教授 都是中产阶级银食的 是不是 他的career 他不是一个维护真理 那样的人 还有很多市民不知道 或者没有接触 那其实现在很多流感针 是没有正式通过临床实验 因为推出的时候很急的 通常是没有做第四弹 那个 是不是需要四十年 袁医生 其实大部分的vaccination 是从来没有真正证实过有效的 这个是所有都是的 从来都没有的 就是有没有试过打个针 或者不打针呢 但是我们都在我们那个临床那方面 都经常都看到的真相 譬如有时候有一种 有种流行病突然之间发生 是没有区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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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再会看一下 打了针的人 和没有打针的人 有都比较 是不是 那发现打了针的人 有时候中招的机会 比没有打过针的人 所以其实这些资料很多 在我们健康电 这类的书籍很多 中文书可能可识得一本 周志祥博士 就十几年前 就将这些资料收集了之后 就买了这本书 没有得买了 这本书有得买 我们在我们健康电 断了玩之后 我们都继续有再出的 是吗?我在外面很难找到 外面你找不到这类的书 外面你找不到这类的书 那你要找呢 叫做免疫症危害健康 这个书就是在我们健康电 陆上有的 当然英文书多了很多很多 我们都在这个网台 都不断介绍一些简单的新书 都一起跟大家分享过 好了 好了 那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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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未必需要的 你只不过在用这种药之后 有些迹象出现 譬如Condiorengo的主要症状 就是嘴角会烈的 你可能什么病都好 当然我们的嘴和胃 在中医里面提及 我们的嘴和胃是相反映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癌症 如果是有胃癌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表症 你的嘴角是有烈痕 就用这个方法可以治愈 好了 Condiorengo的病人 另一个中年女性 她有左乳房 是有癌症的 但是她同时 在左嘴角 是一个很深的裂痕 好了 根据这个迹象 这个症状 Condiorengo 开方用Condiorengo 这个女性 是有癌症的 她结果 这个疗劑一直不断地吃 吃了三年 她的癌症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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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最后就完全好 她写这封信的时候 这个病人已经过了八年的历史 她当时用了三年 用这个疗劑 这些癌症不是一两三效 是一两剂搞定的 她用了疗劑 所以三年内慢慢慢慢好 到当时八年之后 她完全好 所以Condiorengo 就说 很多时候 人们批评我 你都不是正规的医生 Condiorengo Condiorengo 说 幸好我不是正规的医生 我是一个同类疗白医生 这个就是Condiorengo 第六个原因 她为何转体成为同类疗法医生 但她本身 其实曾经也是一个合资格的 一个西医 和一个医学教授 她是教anatomy 在医学院 是教解剖学的 所以她不是普通人 她只是半途 半途出家 半途出家 背叛了这个 即是现代的西医 那好吧 今集的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如果 即是各位网友 有些很紧急 或者很复杂的病情 想 即是 向阿袁医生 咨询呢 亦都可以打电话去 診所 约见阿袁医生的 那好吧 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ing.com.h